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薛之谦果断发声回应传闻 他亲自跑到警察局保警了 在警察亲眼见证下变头发 否认自己吸毒 薛之谦求生欲很强悍 这个操作太厉害 薛之谦辟谣后 当事人黄毅清在12月5号凌晨在微博上紧急回应 网友纷纷评论说 薛之谦表示 虽然网络上热衷于抹黑和辱骂无人在意真相 但自己该有的底线还是要坚持 之后也愿意接受社会监督 希望黄毅清也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确实倒摇一张嘴 这样诋毁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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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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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